大家好 上一刻我们简单了解了HH5M 这一刻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一下它们在内存跟CPU方面的一个比较 好 我们看一下环境 首先我测试内存的代码在这里是PGP代码 对吧 然后我里面是拼了两个数组 这么一个操作 看我是两台机器 两台机器的硬件是一样的 都是一级内存 然后是8G的硬盘 都是虚拟机 然后我的代码里面的指定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应该就可以达到我的一个测试的这个一个标准 我先到我们这台HH5M上面 来 我先到这执行一下我的这个HH5M 看它执行完毕是一秒多一点 对吧 来我们看这里我们用PHP执行完毕 它其实也是多一点点 你看它是1.71秒 好我们这里执行两次看看 你看 是越来越少对吧 反正就是一秒稍微超一点点 它这里就是1.5 至少是1.6以上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内存执行的这么一个比较 代码很简单的 设置这个脚本最大内存几百兆 然后定一个数组 里面存了100万个数字 这么一个数组对吧 然后便利这个数组 然后重新存取到第二个里面 第二个数组里面对吧 好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CPU的 我们看的CPU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求一个20的 那些数列 对吧 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 来我们还是照样 0.080 怎么这么快 看我们之前多次 后面的话都是0.5秒左右 对吧 好 我们这个里面 因为用了这个 因为我用了这个OPCATCH 对吧 所以它执行完毕之后 它会有一个缓存 如果脚本没有修改的话 执行执行是特别快的 好 我们在这里 我们以第一次的为准 我们可以看到CPU方面的话 好像H5M稍微差一点 但是多次执行的话 效果是可以底线出来的 好 在我们的内存方面的话 我们H5M是 有一定的优势的 对吧 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网上说的9倍 跟网上说的9倍的关系的话 它除了这个执行时间是一方面的话 它当前的负载 也是一方面 这个负载的话 我就没有去监控 因为我都是一个虚拟机 就不能做压力了 还有 我现在的测试的这个PHP的版本 跟网上的这个版本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是比较新的版本 是5.5.9 现在最新的PG版本 也是5.6.7 好像是 好 最后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